中央电视台军事报道 南海海域海军舰艇编队实战环境下多课目训练 《竹梦强军录》播出 全国人大代表许立强在实战中磨砺钢铁羽翼 空军2019年度招飞定选工作全面启动 伊朗举行大规模海上军演 超过100艘海军舰船参加检阅仪式 接下来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报道 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五支队 今日把特战队员拉到茫茫雪野 展开野外生存训练 恶劣的自然环境给特战队员带来了怎样的挑战 下面跟随我们的记者去看一看 我现在呢是在地下坑道 这里是驻军场临时搭电队员 侦察队员在行物 侦察队员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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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同一缩续续练 这里是闽南某训练场 我身边的这两位呢就是马上 像我身后的这种攀登墙呢 模拟的就是野外的崖壁 对于特总兵来说 这里是位于地山脚下的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武警兵团总队 执勤第五支队教导队的营区 今天我身后的这些特战队员们 将要开展一场跨昼夜野外生存训练 历春的新疆北部依然天寒地动 滴水成冰 行军线路上的石块坑洼地 被厚厚的积雪覆盖 看似平地 实则暗藏危险 官兵们每走一步都要格外小心 最主要的困难我觉得是有环境的考验 在宿外这个气温非常的低 对战士们的耐力 意志 体力 都是极大的考验 经过20公里急行军 正50分 官兵们抵达预定集结地域 野外生存训练随即展开 根据现地情况官兵们决定进行凿兵钓鱼 不到半个小时 官兵们就有了收获 虽然只是几条小鱼 但是在这冰天雪野 对于他们来说 已经是难得的美味了 经过了简单的午饭 客战队员们又开始了下午的训练 据说接下来这个科目是冬季 这个野外生存训练的保留科目 耐寒训练 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中 官兵们脱掉上衣 赤膊上阵 挑战生理极限 磨砺军人意志 接到敌情通报 补坚战斗随即展开 数名爆恐分子作案后 藏匿于一处废弃房屋内 特战队员兵分多路将房屋包围 面对敌方顽抗 特战队员利用多种侦察手段 确定爆恐分子所在位置后 利用爆震弹爆破成功突入房屋 将其全部抓获 傍晚时分 官兵们抵达预定速营地域 虽然说是速营地 却同样是茫茫雪野 看不到任何可以速营的地方 你看他们现在就地好像在挖坑 我们过去看一下 这是咱们今天要速营的地方吗 就是这些咱们速营用的猫耳洞 马上就坐在这个猫耳洞里面 外面这个太阳已经下去了 基本上马上就要天黑了 这个你觉得 今天这一整天的这个训练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一整天的训练 虽然来说可能比较累 但是来说对于每个特战队员 这个都是一个必须要经历的事情 你或许感觉你现在的生活更苦 那只是你没有去体验过更苦的生活 所以说只有经历了现在苦的事情 你才会知道原来的生活有多么的好 南海海域 海军某驱逐舰支队 日前派出舰艇编队展开综合训练 全程设置敌情险情 全要素真打实抗 让官兵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摔打锤炼 由深圳舰黄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刚刚离港 就接到上级敌情通报 展开空中目标抗击演练 官兵们立即进入战斗状态 各武器装备按要求进行全方位攻防对抗 左旋带队翻射 深圳舰大角度转向高速航行 对敌导弹实施干扰 编队各舰主副炮防空导弹同步做好抗击准备 随时应对空中目标 刚刚结束编队对空操演 与之配合的潜艇就潜入水下 一场舰艇编队对前作战拉开帷幕 编队立即转换战斗队形 在潜艇活动海域进行拉网式搜索 声纳发现目标防卫中两次距离二十二列 声纳系统发现可以水下目标后迅速上报 各舰艇锁定目标模拟发射鱼雷成功击中目标 随后深圳舰黄山舰高速前出奔赴预定海域 进行对岸活力打击 这是我们春节长假过后组织的第一次编队海上训练 我们精心设置了二十多个训练项目 协同多方兵力强化各级的训练计划和组织 训练中他们还制定单舰编队训练等数十种方案预案 随机设置特勤险勤 并展开海上航行补给等科目的强化训练 全程设置敌情威胁 突出全要素侵打使抗 突出锤炼官兵战斗精神 最大线斗的检验部队的作战能力 为新年度的战备训练工作 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强兵先强将 练兵先练官 日前第74集团军某合成旅 展开了一场特殊战斗技能考核 参考成员全部是基层营联的军官 他们以普通义兵的身份 组成战斗班组 展开比拼 里南山地 由八名军官组成的战斗班组 要在规定的时间内 完成隐蔽行军 并向越野 战场急救等科目的连贯考核 这对大家的体能技能 以及班组成员间的分工协同提出了考验 作为一个指挥员 战斗技能 战术素养 以及战士指挥能力 都要走在战士的前列 这样才能为战士做一个好的榜样 夺空要点科目中 战斗小组要利用交火间隙 迅速通过障碍歼灭敌碉堡 而交火间隙只有短短五秒钟时间 由防空营 营连主官组成的战斗小组 采取莫读秒数的方式来控制进攻节奏 让全组队员有序躲避敌火力袭击 顺利完成战斗政务 这次考核考验的是我们班主协同 和每个人的体能基础 让我们习前感知未来战斗的样式 也更加明白了以后仗该怎么打 下一步的兵该怎么练 解放军报强军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 今天刊发锻造强军新军的战斗堡垒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 聚焦备战打仗主则主业 加强我军党的组织体系建设 增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 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军队党的组织体系建设 抓住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这个重点 着力加强党委班子建设 强化基层党组织功能 强化党员队伍先进性和纯洁性 增强了各级党组织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放眼全军在各条战线各个战场 全军各级党组织堪称坚强堡垒 广大党员当先锋打头阵 焕发出奋进强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作为尖机机飞行员 空军某空防基地参谋长许立强 两次摘得金头盔 两次捧起天鹰杯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 他始终瞄准实战 在一次次演练中 寻找提升作战能力的突破口 春节前夕 许立强从航空兵旅长提升为空防基地参谋长 面对全新的岗位 角色的转变 许立强变得更加忙碌了 这几天 他来到基地所属航空兵一线 指导部队抓好截后实战化训练 从体系攻防的参与者 变成组织者 谋划者 怎样为飞行员构设更加贴近实战的环境 怎样优化资源配置 促进部队训练如何 面对这些问题 许立强坚持在实战化训练中磨练钢铁语意 特别统筹好咱们各部队的 在体系条件下联合训练 联合演练问题 比如说解决好演练的目的是什么 能解决什么问题 达到什么标准等等 所以我现在也在抓紧时间 学习研究雷达拉地道等专业方面的知识 调研了解咱们部队实际 这样才能更好的服务和指导 咱们部队的实战化训练演练 每次训练结束后 许立强总会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 与飞行员一起就训练中遇到的问题 探讨解决方案 并把大家的感受想法融入自己的建议中 为部队推进实战化训练提供友谊参考 作为一名飞行员 战斗员和指挥员 我将始终牢记肩上的使命和责任 瞄准强敌对手 苦练打仗本领 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 确保能上得去 打得赢 核肥舰是我国海军现役新型052D型导弹驱逐舰 战舰航行期间推动舰艇破浪远航的机电系统 是全舰的动力支援 柴油机班技师张华良 就是一位舰艇心脏的守护者 扑面而来的热浪 震耳欲聋的噪音 狭小的工作空间 作为全舰动力支援的柴油机舱 就是张华良每天坚守的站位 在机电这个岗位上 张华良一待就是15年 虽然现在已经成为技术大拿 但刚刚接触柴油机时 他很是下了一番功夫 带着机会就跟着工人师傅 也跟着老班长 跟他们批误后面 他们去干活 我就跟后面打个下手递个班手 有机会我就上手 这实验场 他们的这个经验也成了我的财富 常年与柴油机打交道 张华良也摸透了柴油机的脾气 每次出海前 他都会仔细检查机器设备 不敢有丝毫输了 2016年出航的一次经历 让张华良至今印象深刻 当时我们在海上正在执行任务 我们发现这个排气温度不正常 检查发现 它固定架给排行馆中间 这个焊接不会 因为震动 导致撕泪了 撕泪了之后呢 它就是有一个口子 烟就从那口子里流出来 冒出来了 那个烟一直往外窜 就是那种能看到一片 都是灰色的 就看不到 只有两个人站在对面 都看不清楚 对面是什么样子的 排行馆泄漏 不仅会产生刺激性气体 而会影响柴油机的工作效率 如何保证舰艇正常行驶 让张华良犯了难 就用铁丝 把这个排行馆 向这个固定架拉拢 用它拉拢 尽可能把那个口子小一点 这样既保证了 这个机器的正常运转 就保证了 我这个相当铁丁的工作温度 符合在温度 符合范围之内 像这样紧急情况下的 有效处置 源于张华良 在搏击风浪中 积累的丰富经验 这两年 随着实战化演训 和碎形海外任务的机会增多 合肥舰平均每年有200多天 都是在海上渡过 张华良作为柴油机技师 更是要时刻坚守在 自己的站位上 长时间在海上 有时候就是靠马头 时间要是有限的 在海上的时间相对是多一点 给家里吧 谈不上照顾 就是打个电话 感觉到很奢侈 虽然对家人 有很多遗憾和愧疚 但说起孩子时 张华良满脸幸福 他天天也给他小朋友说 他爸爸是一个神圣的解放军 他曾经写了一篇作文 就是写我 我当时看了这篇作文 我都很感动 让我看了我心里很欣慰 去年见了一次七天 临走之前我送我儿子去上学 他上车那一瞬间 他想跟我说 爸爸再见 其实当时我心里挺难受的 因为孩子懂事了 把对家人的牵挂放在心底 把对岗位的职责担在肩头 每次出海 张华良都默默坚守在站位上 守护着舰艇在大洋里远航 我对我的装备 我很有信心 我保证我的站位有差错 我的岗位请放心 这也是我们向楚国 而且向人民保证的一点 空军2019年度招飞定选工作 今天全面启动 今年预计有超过 一万三千名高中毕业生 和军校毕业生 参加招飞定选检测 今天上午 来自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 航空实验班的高三学生 来到位于北京西郊的 空军招飞检测基地 进行身体和心理多项检测 与以往不同的是 今年所有青少年航空学校 高三学生的招飞定选检测 首次集中在北京同意实施 这些提卷的专家们 他们都是态度十分的严谨 因为在心电图的时候 我可能当时有些紧张 然后出现了心理不习这些问题 那边所有医生都过来 然后帮我复查了很多次 今年空军招飞定选检测工作 从2月23号开始 计划7月上旬结束 定选期间 空军分别在北京 长沙 南京 成都 沈阳等地 先后设立五个定选站 分阶段 分批次 组织浦东高中毕业生 军校毕业生 青少年航空学校高三学生等 参加检测 我们细化完善了 空军招飞 政治考核的工作程序 医学选拔的专家评定 综合评定管理办法 心理选拔的专家面试 实施细则 基本上形成了一套操作便捷 责任明确 系统完善的检测评价体系 可以说使我们的检测结果 更加规范 准确和可选 同时 检测工作全程实行 质量倒查和工作问责 并成立连结 招飞督查巡视组 确保招飞定选 公开透明 公平公正 在地处苏万交界的大山深处 有一座夫妻站台 丈夫叶玉成 是无锡联勤保障中心 某仓库的四级军事长 妻子陈小梅 九年前辞去了在家乡的工作 陪着丈夫共同守卫站台 清晨五点 月朗星熙 叶玉成夫妻 向往常已开始了一天的巡线 叶玉成是仓库运转站的站长 说是站长 其实这个运转站 就她和妻子两个人 巡查线路 检修设备 收发物资等 都是她日常的工作 妻子陈小梅 虽然在专业上 帮不了什么忙 但她总是竭尽所能 帮丈夫分担一些 刚刚接到火车站通知 今天有接车任务 这两条铁轨上面 必须得保证 没有食指 树枝等杂物 如果有的话 就会影响火车安全通行 因战备需要 转运战建于上世纪50年代 主要担负弹药 油料 军需等装备物资 中转收发任务 转运战周边荒无人烟 生活上也有许多不便 到了冬天 平时用水都要到五公里外的村庄去打 最最开始的时候 那时候我是不知道的 然后是后面有一次 我来布地探亲 我才看到她在这边 我当时没想到她这么偏僻 我当时心里面特别难受 就堵得滑 但是我就决定留下来陪着她 陈小梅辞去了待遇优越的工作 毅然随对来到深山 陪伴在叶玉城身边 这一待就是九年 除了列车进站带来一阵短暂的喧嚣外 大多时候他们都是与站台相伴 与寂寞同行 夫妻俩渐渐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爱上了这片大山 但在他们心中 唯一感觉愧疚的 就是自己的女儿 她从小跟我们说的最多的话 就妈妈陪着我 你来来陪陪我 有时候想想心里面也挺心酸的 就在前几天嘛 因为我不可能一直陪着她 我就跟她爸在外面干活嘛 那一个人他就在房间里面玩刀 就把自己锁给割了 但是我们把她送到那个卫生院嘛 但是医生问我的话说不出来 人家都说为母子干为母子干 可是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坚强 都想还是亏欠比较多的 寒来熟往 斗转心仪 叶玉成守着山 陈小梅守着家 九年来 夫妻俩巡查检修铁路专用线 六万余公里 转运弹药五万多箱 油料军需物资八万多吨 从没出现过一次差错 长空来派我到这里直守 那就是对我的信了 锁好这个站台来 那就是我的责任 我想当兵就要有当兵的样子 当兵就要当个好兵 江西福州军分区近日展开群众性练兵比武 专务干部和民兵骨干围绕战术基础 勤武器分解结合 手榴弹投掷 医疗救护 武装越野等 15个科目 比体能 比战术 比作风 检验碎形保障任务的能力 国际方面 当地时间22号 伊朗开始举行大规模海上军演 军演持续三天 军演首日超过100艘伊朗海军舰船 参与了盛大的检阅仪式 检阅仪式上 来自伊朗海军的100多艘舰船 悉数登场 其中包括驱逐舰 导弹发射舰 轻型和重型潜艇 气垫船 以及补充支援舰等 值得一提的是 伊朗新型国产萨罕德号驱逐舰 和最新型征服者潜艇 也首次在军演中亮相 据了解 本次演习将覆盖伊朗沿海海域 阿曼湾以及印度洋的部分海域 以及重要的霍尔木兹海峡 军演所涉及的水运面积为 200万平方公里 当地时间21号 俄罗斯媒体报道称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 俄方愿意与日本签署 真正的目离友好关系条约 但前提是 日本需要先承认二战结果 也就是南千岛群岛 是俄罗斯领土 俄对其拥有的主权不容置疑 但日方至今没有打算做出让步 此前日本外长河野太郎表示 将邀请拉夫罗夫访日 进行日俄外长会晤 目前正就此事与俄方展开协调 千岛群岛位于俄罗斯远东 看查加半岛与日本北海道之间 群岛南部的四个争议岛屿 被俄罗斯称为南千岛群岛 日本则称之为北方四岛 由俄方实际控制 由于两国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分歧严重 至今未能缔结和平条约 俄罗斯莫斯科一家法院22号裁定 将因涉嫌间谍活动被拘留的美国前海军陆战队队员 保罗·惠兰的拘留期延长三个月 以便对他的案件进一步调查 目前俄检方尚未对惠兰提出正式起诉 如果他被判犯有间谍罪 可能会被处以最高20年的监禁 去年12月28号 保罗·惠兰在莫斯科一家酒店 被俄联邦安全局办案人员抓获 他被捕的原因是试图从一名俄籍人士那里 获取涉及俄罗斯国家机密的右盘 并且他还长期通过社交网络 拉拢掌握涉密信息的俄罗斯人 就在美国白宫21号发表声明称 将在叙利亚保留大约200名军方人员后 22号 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 经过讨论 美军决定将在叙利亚两个地区 保留共400名军方人员 这名官员表示 这些留住的美军中 将有一半被派往叙利亚北部 库尔德武装控制地区 参与到其欧洲盟国在当地的军事行动中 另一半则驻扎在叙利亚东南部边境 坦夫军事基地 不过该官员表示 具体的人数仍在讨论中 所以可能还会发生变化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想要了解更多军事内容 请您登陆中国军事网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